台岗烈鹰上一战大胜台皮英雄 这场则要碰上卫冕军高雄海神 手节靠着李汉生跟古毛维加 两个后卫的发挥取格先机 以28比21暂时领先 不过第二节海神找回状态 布萨斯在禁区逞凶 单捷拿下10分 加上团队将近6成的投篮命中率 让海神反以54比50要回领先 来到下半场 双方就像是挡球前不断互换领先 一直到正规赛倒数14秒时 有猎鹰98比96领先2分 库萨斯挺身而出 单打得手帮助海神追平战局 杀进延长赛 来到OT1 五毛维加标进3分球 帮助球队有好的开局 没想到海神杀出陈咬进 于换牙连续标进两季外线 硬是再把比分追平进入二度延长 而OT库换成海神现身夺人 布萨克曼的中距离 让球队手握4分领先 结果这回轮到谷毛维加半路蓝湖 右侧三分球手起刀落 追到一分差距 然后德谷拉进去内制造犯规 两罚都有 猎鹰一局朝前比数 虽然最后6秒 黎汉生两罚静默 让海神掌握最后一级的机会 但是狐龙帽发生判断失误 让海神没办法在时间内出手 中场猎鹰以119比118 在两次延长大战中 击败卫冕军海神 我来提鱼台综合报道 我来提鱼台综合